苗栗县头份市的一间铁皮仓库 在清晨突然冒出火蛇 由于里头堆放了大量装潢木材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结束之后呢 也怀疑可能是旁边的氧机灯爆裂 才会酿成电线走火 阵阵浓烟直断天际 好几公里远都看得见 三号清晨七点多 苗栗县头份市这间铁皮仓库 全面燃烧 消防对货报立即拉雪线灌烛 并借来堆高机 破坏铁卷门 仓库内堆放大量装潢木材陷入火海 而仓库的所有人刚好出去海钓 定时间赶不回来 由他的亲人前来协助 怎么清晨会窜出大火 怀疑是仓库旁有人养鸡的养鸡灯爆裂 所以你怀疑是养鸡的小灯泡 被老鼠咬破了 早上就没有 应该是电线走火 所信消防人员 即使在外围持续涉水 才没有延绕到邻近建筑 详细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 而水火无情 在台中是太平区 二号晚间也发生火烧车意外 七七岁货车驾驶第一时间自行脱困 消防人员及时赶到 才没让整台车烧毁 不排除是漏机油 导致引擎过人量货 街上街灵虫红红尖零价明 苗栗台中 自我报道